我告诉你啊 金大夫 我还就是不怕 你以为你做了几个手术 你就牛了你 你以为我们这科室 就缺你一个顶梁柱吗 你掉 掉走 你走啊 你 怕什么呀你 吓死谁了你 您别生气 吓死谁了你 还就不怕 这我当了那么多年的主任了 是是是 来劲了她的 好 这样行 我以后注意 以后我再见着咱们同事 我就跟没看见似的 我就绷着脸 也不笑 我绕着他们走行了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不是让你平时跟你 跟他们接触 该怎么工作怎么工作 该怎么招怎么招 就是掌握好这个分岁 是 但是您不是我呀 这个分岁实在很难掌握 有的时候一不注意 它就过去了 电话 是我爸 去 去 去 好 这什么草 小子 你那个媳妇该管一管了 她这个头洗的也太紧了呀 早上洗 晚上洗 你说她有那么脏吗 你说 我在过这儿踩梅一天 也就是洗一遍呐 不是 洗就洗呗 我说给她个塑料桶 叫她站在桶里头洗 这接下来的水呢 我也能呢 擦个地眼照顾光她的 你猜怎么着 她光咋把梅衣甩走了 跟我连个招呼都没打 这她眼里很悠悠 我这个爸爸 我跑到洗手间上了一看呢 我那只头很痛苦地在那儿 摇来摇去呀 我 我跟你说呀 她能给我拽出味儿来了 你知道吗 不是 你告诉我 我这个老公公 在你们家 是什么样的家庭地位 你媳妇 能不能对我这个老公公 有一点点的尊重 老婆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今天洗澡的时候 你爸居然让我站在桶里面洗 说是剩下来的水可以拖地 我站在桶里面我差点没摔了 你知道吗 这要摔一下肯定断胳不断腿 这日子没法过了 真的 在你家吃吃不好睡睡不好 洗个澡还得站在桶里面 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呀 我跟您讲 今天下班回家我回我妈家 你跟我一块回去 我不去 你要想去你自个儿去吧 喂 喂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打资越来越大了 胆子越来越大了 竟敢给我关机 您好 姐妹我来面试 二楼左手 第二个办公室 谢谢啊 二楼 来 发哥 不对 这边 糊涂了我呢 请进 您好 我叫王书华 你先坐一下啊 这个角色呢 需要极高的喜剧天赋 不知道你有没有演过喜剧啊 没问题啊 我给你模仿一段让子大飞的片段好吗 好 来 收起风 早喝火火山火 早喝一日千里 好好好 来点深沉的 可以啊 好 好好好 不错 这个会不会啊 没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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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下周二来签合同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能给我签个名吗 对不起 下次好吗 行 下次 发哥演 演面试啊演戏 什么发哥 哪儿来的发哥 周润发 那个啊 你 那是替身 好 好 王淑华 五十二岁 做过街道托儿所副所长 街道幼儿园副园长 对 很会照顾人啊 对 尤其是小孩 多挑皮挑蛋的孩子到了我手里 都不是老实 真的 咱公司有小演员吧 咱们公司都是明星 都是巨星 知道吗 公司现在有一个职位 比较适合你 就是给明星当助理 是刚才那个 不是不是 这个是这样子的 具体给谁当助理呢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主要负责她的这个工作中间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吃喝这个起居啊 这些这些一切 这没问题 我肯定能干好 你回去 等我的消息 行 那我等您电话 好 等我电话 行 好 再见啊 唱歌唱真好听 没有没有没有 我干嘛呀我夸你 我不知道吗 真的真的真的好听 我昨儿喝大了 我爸我跟你讲我呀 只喝红的 喝不了皮的 你看昨天你看羊的皮子 一块全都弄了 今儿我都没缓过来的 完全就废了 不是你怎么来了 我想喝酒 不是不是我没说你没说你 我这来一朋友来一朋友 没事没事咱俩聊 喂喂 怎么了 想喝酒 现在啊 那行你喝什么 我让小马尔给你拿去 别别别别别 别让马尸中拿了 咱俩出去喝吧 你别去 我这还约了人了呢 我出不去 你有什么事不就跟这女孩 逗闷子呢吗 我那都不爱搭理你了 你还尚感 没有时间陪女孩聊天 没时间陪你兄弟喝酒啊 那怕花钱 不是你听我说两句行不行 你想喝酒咱在家喝就完了呗 你家里什么酒都有 皮的 羊的 红的 想听音乐有音乐 还没人 那行 那我就还跟上回似的 喝完全吐你们家这地毯上 上回我吐的是这边 这回我吐这边 不是不是大哥大哥 听你啊 对不起两位先生 我怕没有营业呢 我来了就营业了 来 亮哥 你怎么给我领这么一地方来 怎么了 这不挺好的吗 你不是要喝酒吗 你当我是你啊 天天晚上玩夜店 我这么正经的人 你少废话啊 喝不喝 想要晕得快的 放心 我这儿都是晕得快的 服务员 把我存这儿酒拿过来 二百一十六 说说吧 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 我郁闷 为什么呀 心如刀割 不是 为什么呀 一言难机 我问你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这是曼伯 开始哭诉吧 哭诉 我还得喝一杯 你行了行了行了 赶紧的吧 那姑娘还等着我呢 有事快说 我太羡慕你了花花 听我一句话 你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太棒了 好好谈恋爱 千万别结婚了 原来没结婚之前咱俩玩得挺好 结婚之后好家伙 连人影都没有了 那怎么又说结婚不好了 找不着我了吗 万丈深渊 你想结婚 行 算我拦不住 但是我给你句忠告 算我了 结了婚 千万不能跟父母住在一块 只要一住在一块我跟你说 麻烦太多了 你想都想象不到 放心吧 我要是真结了婚啊 我爸我妈也不可能跟我住一块 你爸你妈在国外 你说我爸跟他妈怎么没在国外啊 我要出生在你们家就好了 我跟你说现在我这个处境 就像那个热锅上那蚂一样 热屋顶上那猫似的 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弄好了 嘿嘿嘿 小米 不接 不接 你再给我 给我摔坏 我没跟你说完呢 嘿 都不接我电话 我没跟你说 我现在这处境你知道什么吗 嗯 三座大山就压上了 小米 我爸 他妈 跟我这一压 我就跟那孙悟空似那大泥山咔 就露一脑子 气都快串没上来呀 说实话 是不是跟小米又打架了 哎呀 哎呀 打什么架呀 再打架我就甭活了 哎 爸 小米啊 小亮在家吗 小子 小早上起来上班了 上医院了 哦 我打开手机那个关机了 那就是在做手术呗 哦 行吧那我待会再打一试试 那我先挂了啊爸 好 我说亮子 你在学校那时候不是挺能扛事的 不是挺能平事的 怎么了你现在 我不是挺能平事的 我是太能平事了 你知道吧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哪摸 就我这脑子 我这平事能力 我这个谈判能力 到联合国都富有 就中东那时候要割我 我一电话敲过去 全摆平 两边一哄 怎么哄 两边一糊了 全打不起来 打不起来 看你说我就回了家 我就就 你说仨人吧 我在他们仨人中间 我就怎么弄 我也就 就就发挥不出来 我这个谈判能力了 就跟那个玩那游戏似的 你知道 开这边 这边就冒险了 开这边 这边就冒险了 就你怎么弄都不行了 你从我这心里我就 我这 我说亮哥 亮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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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啊 又来电话了 怎么着 接不接 接不接 不接 不是 不接她着急了 不接 行行行 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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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米也不接 不接 你说你们俩真是 真闹心啊 他爸叫米子 我一看见他爸 我就相信 他爸就这个发型 太像飞语性了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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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哪 好多人哪 别丢人啊 也不喝酒 不是开车呢嘛 没法喝啊 亮哥 气死我了 是 我说 其实把我给气死了 我还去死呢 说你又怎么了 他居然敢挂我电话还关机 行 胆肥了 你又因为什么呀 别提了 你记得我上回跟你说那狗屁导演吧 我今儿采访他 人什么都不跟我说 你问他什么了 我就问问他 为什么部部戏都用那个女演员 那你换个问题不就行了吗 不是 这问题我为什么不能问啊 喂 花猫 亮子跟我在一块呢 你过来把他喝多了 我一日弄不动他 什么 你在哪儿呢 我先走了 我这儿还没跟你说完 那你听不听了 别人 怎么回事啊 喝多了呗 醒醒 看看谁来了 看看 怎么回事 你喝这么多干什么呀 看看谁的 你救我钱哪 你救我钱哪 快快快把他扶回家了 行回家回家回家 下班回家 下班下班回家 不喝了 不喝了不喝了 我给你拿着 服务员把酒还给我存起来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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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心喝得有点高 别说 怎么着 亲爱的 去他们家呀 还是去你们家呀 别送他家了 他爸要看成这样 不得把房底都给掀了 我跟我爸喝呗 送你们家呀 你妈也得把房底给掀了 我跟我妈喝呗 别说话 你好好答应我 要不这样 上我们家这儿得了 反正我也有地儿 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合适 谁的电话 我电话别动 叫谁 喂 妈 敏然 你在哪儿呢 我在 我在车里边呢 你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像话了 多少天了 你也不想着你妈点 你不回来看看你妈呀 你妈要生病了呢 我这不是忙吗 妈 忙 你一天到晚都忙 那你忙吧 我挂了啊 那 那要不然我 现在去看看您家 真的 行不行啊 什么行不行 你还问你妈行不行 你说行不行 赶紧回来吧 那个 你是一个人 还是跟小亮一块回来 小亮在我旁边呢 我们俩一块回去啊 是 行吧 我等着你们啊 好嘞 就这样啊 妈 会儿见 不是 你要吐啊 你有没有塑料袋啊 不是 怎么 要吐啊 你 开窗吧 开窗吧 我 我兄弟 忍住啊 别吐车里啊 你 你 哎呀 我的天哪 这不能喝就别喝啊 哎呀 我说小明儿 你管管他啊 以后 不会再游场糟 你去吧 爹 哎呀 我说到哪儿了 这是 你家 我来我来我来 谁家 你家 哎呀 我的天哪 你这也太怂了你 你绝对给我喝的假酒 你闭嘴吧 小明儿 教你了 不是 怎么怎么的 还给他喝假酒了的 没有 您听他的 什么假酒啊 阿姨 不是 这孩子动不动 年轻人就喝酒 这喝醉了可不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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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我爸也批评我 没人批评你 都批评我 想不想吐啊 吐不出来 喝这茶呢 行 行 行 我什么都行 我阿姨 您保养的可真好 真年轻 是 您跟小敏站一块 跟姐俩似的 你这孩子真会说话 哪儿 我实话 都老成什么样了 我问你 您给我说实话 他怎么喝成这样了 还想知道呢 我哪儿知道啊 你们俩在一起喝的 我就不信他什么 都没跟你说 说了 说了好多话 那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怎么跟你说的 您给我重复一下 不是吧 大姐 他说了那么多话 我哪儿记得住啊 那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呢 我想接呀 他不让啊 你们俩吵架来了吧 明儿 没吵架 我就在单外给他打个电话 我就说我不想住他爸家了 我想回家住 他就挂我电话 我再给他打他就不接 然后就关机了 这还不叫吵架呀 这不跟吵架兴致一样吗 人家给你掉脸子了 不高兴了 不可能啊 以前我们俩吵得再凶 那他也是先哄我的呀 那不是以前吗 祖宗 现在你是他老婆了 那会儿你们是谈恋爱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宝贝 你这懂 我阿姨您说得真对 我跟你讲 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 是啊 你少在火上交友你 我告诉你啊 这是你们刚结婚 这就是撂你电话 你再过两年 没准退都能打你 家暴我跟你讲阿姨 这真是真的 你注意点真的 我先打你啊 那什么 那阿姨你们俩聊 那我走了啊 走了 我有事呢 走了 我送你走了啊 走走 阿姨您别生气了 我看花猫这孩子真不错 真的 你说你当初 你怎么没跟着花猫好啊 虽说她长得 好像比小亮稍差点吧 但是人这孩子 你一跟她聊天 你觉得特别通气 你知道吗 又是北京的孩子 家境又好 你说什么呢 没有小亮我能认识花猫吗 就算我不认识金亮 我直接认识她 我也不可能喜欢她 成了成了你不喜欢人家 你看不上人 你眼高行了吧 就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这女孩子全这样 这一谈恋爱 全世界就剩一个男的了 就小亮一个男的 是不是别人都不存在 对 好啊 你这不是见了吗 不是幸福着呢吗 傻了吧 刚结婚几天啊 警察找上门来了吧 要回妈这儿来了吧 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我只不过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没法说你 给我把脚拿下 你什么样子你这个 我跟你讲明儿 就你这样 就你这做派 你公公能忍受得了你吗 现在不是她忍受不了我 是我忍受不了她 你自个儿也承认了 忍受不了她了 当初妈怎么劝你来着 非去啊 人家是王爷后裔 贵族后裔 她就跟咱家高攀了似的 傻了吧现在 才住几天呢 才一礼拜 忍受不了这贵族后裔了吧 妈 你有点同情心行不行啊 别在这儿痛打落水狗 我这郁闷着呢 我一猜你就得郁闷 行了 跟妈说 为什么郁闷啊 妈给你报仇去 哎 哎 我去我妈呀 伺候我爷爷 你现在还在伺候媳妇 什么 让你蘸桶里洗澡 没听说过 这回您知道了吧 您闺女都成人家的 收起小媳妇了 我说什么来着 我跟你讲 就跟这种人家 没法一块儿过日子 你不听啊 你急死我呀你呀 你就别数了我了 我想吐 先别吐啊 我赶紧找桶去 我买菜去了啊 来来来来 还想吐不吐啊 给你拿桶去 别别别 老婆 我跟你说 刚才我确实想吐 但是你没过来 我就给咽了 咽了 你想吐 我给你拿桶去 给你倒杯水 不 喝不下去 老婆 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跟花妈把你孕回来的 对对对 花妈 花花呢 花花 怎么在 花花也喝多了 还想继续跟她喝 不敢了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没喝呢 那时候还没喝 那你为什么那么跟我说话 你那什么态度啊 我错了老婆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我妈刚才跟我说呢 谈恋爱的时候 男人才会哄女人 结了婚 老公才懒得哄老婆 是不是 不是 绝对不是 老婆我特别愿意哄你 真的我哄你都上瘾 一会儿不哄我都难受 咱俩才结婚几天呀 没几天 你就装不住了是吗 没有 大灰狼尾巴露出来了吧 没有 你根本就不是让我有多委屈 但是你再委屈你也没有今天我委屈老婆 真的老婆我今天在医院我跟你说 一堆烦心的事我都愁死了 我这正愁着呢 我爸给我来了个电话 说你把桶踢裂了 我正琢磨捅 你又给我来个电话 说今天晚上不回家了 你说你们这几档子 这凑在这一块我还受得了吗 你说左边是你 右边是我爸 左边是老虎凳 右边是垫椅子 中间还插一把手术刀 谁扛得住啊 我确实 没耐心了当时 主要今天我这衣服闹的 穿了个马就马虎了 工作上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你不能跟我说吗 我是你老婆啊 是 你干吗找花猫去啊 她说 她喝酒还喝这么醉 她说她请客 你没让人请过客呀 不多 让你喝毒药你也喝 那可不能喝 我傻呀 您院怎么了 没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不是老婆我现在比较关心 这个桶这事 不是那桶怎么裂了呢 你问你爸去 我爸说你踢的 我在那桶里面站着 我今天我差点就摔一大脚 得会我啪地下我抓 我拉着那个浴帘我就站起来了 不然的话我摔断胳膊摔得退 你 你不心疼啊 我妈不心疼啊 我还有这么惊心动魄的一幕 那我真不值得老婆 但是老婆你放心 就算没有浴帘 还有我呢 如果有一天你要是真残废了 我照顾你一辈子 谁信呢 你别生我戏了 我都承认错误了 别不理我呀 姐姐酒吧 老婆你真好 别以为我给你酸奶喝就是原谅你 不接我电话 还让花猫不接我电话 我一定在小本上给你记一笔 老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金太郎 只要你生气 就拿平底锅拍我吧 我像红太郎吗 你比得狠一点 我才懒得拍你呢 讨厌 讨厌 我告诉你啊 我不回你爸家住了 从今天开始 你跟我在我妈家住 别这样啊 那可不行 怎么不行啊 在你爸家都住不好 吃饭也吃不好 又咸又素 洗澡也洗不好 还得沾桶里洗 怎么过呀 不是 老婆没关系 有问题不怕 咱给解决了不就完了吗 有问题你跟我说 我去跟我爸沟通 我爸听我的 不不 你别这样 就弄得跟小孩似的 我跟你说老婆 这可不是任性的事啊 你说咱们结婚 这才几天的住在一块儿 你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 那我爸都那么大岁 不是心里能受得了吗 不能接受 再说了 那我也不能娶了媳妇 就成一个不孝的儿子了 是不是 我跟你说 这人多了住在一块儿 这肯定有矛盾 有矛盾不怕 咱给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你放心我去跟我爸沟通 如果沟通完之后我爸不改 那咱俩再谈出来过 行不行 你说如果我跟你住在你妈家 我要是跟你妈有矛盾了 我抬屁股就走人了 搬走了 那你怎么面对你妈呀 你怎么对你妈交代啊 是不是 乖啊 我老婆最乖了 再忍忍好不好 你放心 你放心这事我绝对跟我爸沟通去 如果还不行 那我就跟他说出来过 你要是不说呢 你拿平底锅拍我 你刚才说话 好ucci喔 好主动啊 好主动啊 我去哪里 你想推动啊 你怎么想推动啊 你怎么办啊 好主动啊 你好主动啊 哼 喂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跟你做了 你最爱吃的猪肉炖饭条子 炖了一大锅 晚上不回来吃了 那你晚饭上哪儿吃去 上哪儿 丈母娘家 好 好 吃完饭就早点回来啊 马里你就是不吃了吧 我不吃了 那你吃吧 你今天吃了多少块鸡吃啊你 你都快成黄鼠狼了你 这鸡吃太香了 你都不知道 这些鸡啊给我四五的 就差吃耗子了 干嘛呀 才我干嘛呀 慢点吃 我怕你噎着 你妈 我跟你说 小亮他爸做饭全是素的 一点空心都没有 你爸信佛啊 你爸信佛啊 不信 不是 我爸就是节俭 节俭惯了 今天我爸刚才给我来了个电话呢 说晚上给小米做了炖肉 猪肉炖粉条 是不是 今天他是不是知道你们到我这儿来吃了 嗯 那那猪肉炖粉条是给谁做的啊 给他自己做的啊 这鸡旁冷藏的 那边都冩了 请在我的手上 你怎么想要再做 这样子 你怎么办 我没什么 就像我那样 我还没什么 就像我那样 哪子 如果你输入 小亮 你们家这日子 可不能这么个节俭方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家家户户都已经解决了 温饱问题了 怎么着 我们明儿在你们家 吃不着婚姓啊 妈 这事吧 也其实不完全怪我爸 也怪我 因为我老跟我爸说嘛 这个 这岁数大了 不能老吃肉 得多吃青菜 要我得心血管病 他怕得心血管病 他可以不吃 但他得做给你们吃啊 你们现在这么年轻 白天那么忙 工作那么累 吃不着婚姓哪成啊 再者说了 新媳妇进门 哪有这么对儿媳妇的好家伙 婚姓不给吃 我告诉你 我们家明儿打小是食肉动物 顿顿我必须得给他吃肉 一顿不吃就生气 三顿不给吃就哭了 人家别的女孩子不敢吃 那是因为怕发胖的 他想要苗条 我们家明儿吃肉 还长成这样呢 瘦成这样呢 你再不给婚姓吃 妈 你说得对 我今天就回家跟我爸说去 你必须得说 这不是说不回家吃了吗 怎么又回家了 你不是带着药 瘾了 同志 你找谁呀 同志 我找你 老同志 我找你 丫头 不是 你怎么来了丫头 晴亮 晴亮 你快出来啊 小剑老姐笑你 不是 你弟还没下班呢 还没下班 还没回来 爸 这房子不错 这房子不错 不是 干嘛买一楼啊 不是 这一楼它便宜 还接电器 你看 爸在那种的蔬菜 这农民的 哪一店里种蔬菜 是是 农民 农民 那餐厅啊 那餐厅 房子真够大的 是 不是 你啥时候来北京的你啊 爸 坐 坐 爸 坐 我准备告诉你一个 我的重大决定 找着对象了 在在 有工作了 在在 中奖了 这是不可能的呀 行 反正你栽不着 我告诉你啊 我决定到北京来了 来干啥呀 发展我的事业 俺的爱情 强调 丫头啊 你能把爸吵死了 你能不能 我一说这事 你就这种表情 能不能不这样啊 我渴啦 给我弄点水 有 有 甜的啊 那你来 北京住哪儿 跟爸说 张敏呢 哪个张敏呢 张敏 就你那个小学同学呀 他三年前不是跟着一个卖假药的 跑了吗 你怎么又看见他了 再者说了 你那个同学呀 他精神不正常 你别老是跟他在一起混 你这样的话 这都把你都拐的了 你知道吗 爸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请您以后别那么说他 还有 有吃的没 我饿了 爸给你坐下 爸给你坐下 有红烧肉没 爸 热门来叫我啊 我先参观一下 打来吧 成份儿不错呀 舒服 撑死我了 我看你也是撑着 赶紧运动运动洗洗碗去吧 不 不 在你们家我洗碗 在我们家赶紧洗碗 好好表现表现 怎么着在人家还洗碗呢 没有 吃别人嘴短拿别人手软 我也不能白吃白喝呀 不是 你妈养你二十多年了 你白吃白喝二十多年了 你怎么没觉得 什么嘴短手软什么 你什么时候帮我刷过一次碗 您不是我亲妈妈 咱俩这么熟 有人洗什么碗 谁跟你熟我不认得你 妈妈妈 您歇着 您歇着 我 我来 我来歇 您 您也歇着 我来 我来 多好行吧 你让我享受享受 当丈母娘的特权 哎 得了 来 鸭子 快来吃吧 给你热好了 鸭子 你不是饿了吗 赶紧来吃啊 凤凰 曼いい Dead 饭jo 你不饿了吗 塞总 真看 raw core 你怎么穿着这鞋 你就上你弟弟这个心 穿上来了 你说你 你看你睡着这哈喇子 你说 你说你 这孩子 沾沾喜气嘛 要不然我怎么发展 我的爱情啊 你要发展爱情 你先把你那个 爆炸式的头型 你这穿戴着 你改一改 你那脾气也改一改 就你这样哪个男的 敢接近你呀 你瞎都把人瞎跑了 你说你吃啥啥不胜 干啥啥不忠 一天吧 你说五马长腔的 疯疯癫癫的 你别老怨天怨地的 你自身找找差距 说完了吗 我知道我为什么 嫁不出去了 都是因为您